亲家母参加暴走团 但那月后 婆婆断了点儿子的三千块生活补助费 人夜离开 公平是人们永恒追求的理念 然而公平并非意识 在这错综复杂的世界里 绝对的公平犹如遥不可及的幻梦 每个人都抱着独特的信念和观点 导致对公平的理解 也千差万别 然而由于个体差异 资源分配 不均等原因 实现绝对公平 长显的艰难 何阿姨自从退休后 便来到儿子家养老 然而表面上说的好听是养老 实际上干的 却是看孩子 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的活 仿佛她就是儿子请回家了免费保姆 可免费保姆 也是只需要做家务就行了 但何阿姨却还要每个月 贴补儿子三千的生活费 因此 在这样的生活下 何阿姨不得不一边打理着家务 一边外出打工挣钱 枯燥忙碌的生活 让何阿姨感到十分的崩溃 相比起何阿姨忙碌的生活 亲家母朱阿姨的生活 简直标态滋润 前段时间 何阿姨听说朱阿姨加入了暴走团 因此 她便一气之下 便决定不再点儿子三千的补给费 并连夜回到了老家独自生活 昨晚何阿姨回到家后 看了儿子志刚和儿媳小丽 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没心没肺地笑着的模样 她只是微微一愣 随后便黑着脸坐在了一旁 没过多久 那些意闷烦躁的何阿姨 竟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 志刚和小丽 看了何阿姨默默流泪的模样 他们顿时有些慌了手脚 志刚更是小细意义地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何阿姨这才等他们 讲述了自己的心声 自从儿子志刚考上大学后 何阿姨便跟老爸离婚了 尽管周围人都在劝何阿姨别冲动 毕竟夫妻两人都已经过了几十年 还有什么矛盾解决不了的 但是何阿姨却坚决地要离婚 哪怕儿子志刚站出来倒是反对 他都不曾放弃过自己的坚持 只因他自己心里很是清楚 自己跟老伴结婚这么多年 自己过的日子有多么的心酸 老伴自然不会同意离婚的 但是何阿姨也是豁出去了 房子存款他可以多不要 硬是逼着老伴跟他办理完离婚手续 何阿姨清楚 老伴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 因此在他提出条件后 老伴当然承受不住金钱的诱惑 终于同意跟何阿姨离婚了 允完离婚证那天 何阿姨感觉天空都比以往勤忙多了 空气中都带有一丝香甜的气息 不过尽管顺利离婚了 但是何阿姨的苦日子也开始了 没有了房子 他只能到外面租房子住 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金钱来源 因此他还要继续找工作赚钱 居无定所 没有金钱来源还不是令何阿姨感到绝望的 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 自从离婚后 志刚就将全部的过错 推到了何阿姨身上 他觉得何阿姨是在无理取闹 因此对待他的态度 也是冷淡了许多 一时间 何阿姨感觉自己就是三五老人 既没有稳定的工作 也没有遮风挡椅的家 自己的儿子对自己也跟陌生人一样 因此何阿姨每天都过得极其煎熬 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毕竟能够逃离老伴对自己的精神控制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为了能够稳定住自己的生活 何阿姨又找了份工作 努力赚钱养活自己 因为何阿姨心里对志刚还是有一份愧疚 因此他每一日的工资都一分为二 一部分转点儿子 一部分攒起来当养老金 志刚大学毕业后 老爸按大不住寂寞 于是又找黎月情人当老婆 志刚自然不会同意对方进门 但老伴根本不听志刚的劝告 于是被父亲伤透心的志刚 只能转身头像黎母亲和阿姨的怀抱 他哭着跟何阿姨说出了内心的苦楚 何阿姨看了他可怜兮兮的模样 便当场给他转了一万块钱 让他好好在外生活努力打拼 不要胡乱想些有的没的 往后了几年时间里 志刚也没有让何阿姨失望 他凭借着自身的努力 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甚至还找了一个很好的女友 小丽 在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彼此间没有任何问题后 便携手结为了正式的夫妻 在结婚当天 志刚更是没有让何阿姨感到寒心 他知道现在何阿姨已经退休了 自己独自一人居住着 因此他就和小丽商量着 将何阿姨接到家里一起住 志刚表示自己知道何阿姨的难处 因此他让何阿姨不要感到别扭 他不会扔下何阿姨不闻不问的 面对志刚的孝心 何阿姨还是很感动的 但是他知道两代人之间 有着生活习惯上的差距 因此不想得儿子儿媳添麻烦的他 尽量在生活上 不打扰到儿子儿媳的生活 何阿姨给自己找了一份兼职 每天一大早出门打工正外快 晚上下班回到家后 他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 帮得儿媳做家务 为了要儿子儿媳 早上多睡几分钟 何阿姨每天早早地起床 白天的饭都给准备好了 这样等到儿子儿媳回到家后 他们稍微加热一下 便能吃到可口的饭菜 何阿姨在外给人当服务员 每个月能够赚到3700多的工资 他自己留下700多当作生活费 剩下的3000全部交给了志刚和小李 他这么贴补儿子儿媳 不仅仅是为了能够 换到儿子儿媳的关心 更是为了让自己 能够在儿子家里继续住下去 何阿姨今年已经将近60岁了 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般灵活 她虽然不想将养老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 但是她还是想多跟儿子儿媳 多亲近一些 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 何阿姨每天也过得身心脂皮 但又她的心理踏实 也感受到了 而纷维绕在身边的幸福感 志刚这几年的工作也很稳定 而且她对何阿姨也很是孝顺 小李也是了善解人意的儿媳 对待仆妇和阿姨也很是照顾 因此何阿姨在儿子家过得很是舒心 可日子有舒心的地方 就避免不了要有糟心的地方 小李平日里的确是个孝顺的儿媳 跟何阿姨相处的也很是不错 但是她却时刻惦念着娘家 有时没事都要回趟娘家看她 有时候她还会顶娘家送钱 如果小李是个独生女 何阿姨也就不会感到不舒服 恰恰小李是家里的老二 她上面有一个哥哥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何阿姨觉得作为女儿 偶尔帮下家里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能经常性地给家里提供资金救助 何阿姨即便心里对此有些不满 但是她终究没有读书什么 毕竟她是仆仆的身份 不方便插手管小李家了事 可看了小李一次次往家里送钱 何阿姨也抑制不住自己 因此她便找机会跟志刚提起过这件事 但是志刚却依旧是无所谓的态度 何阿姨让她好好管束一下小李 她也是爱搭不理的模样 久而久之 家里的经济就出现了短缺的状况 志刚跟何阿姨抱怨工资不够花 仅把每个月何阿姨资助他们三千的生活费 也经不住儿子儿媳的花销 何阿姨看了志刚跟自己哭穷 她心里很是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无非就是家里的钱都被小李拿回娘家去了 说实话 亲家公还好 她是有很老实憨厚的人 她能独自坐在家里三天不说一句话 小李就是随着她的性格 喜欢独来独往 但是亲家母朱阿姨就不一样了 能说会到的她 总得人一种精明过头的感觉 而且平日里还总会冒出稀奇古怪的想法 何阿姨不知道外人怎么看待朱阿姨的 她总觉得朱阿姨给她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两家人住得并不远 有时亲家母也会来吃当家做作 每次她来就会成为家里的中心人物 智刚和小李都会笑呵呵地听她说话 而此时何阿姨则会跟家里的保姆一样 在一旁端茶倒水 并且还要准备饭菜 根本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时刻 前段时间何阿姨听说朱阿姨参加了暴走团 甚至她还要请亲家公和何阿姨一起参加 何阿姨本来就对朱阿姨没有什么好感 因此她果断拒绝了朱阿姨的好意 可逐渐地何阿姨发现 智刚和小李每天晚上都会被朱阿姨 拉去参加暴走团 只留下她自己一人守在家里 独自消磨时光 渐渐地何阿姨感觉到 自己并不是这家的家人 有一次何阿姨在厨房打扫卫生 智刚和小李带着朱阿姨 坐在沙发上聊天 三人聊得那叫一个开心 丝毫没有注意到厨房里和阿姨落寞的神情 最终隐忍不住的何阿姨 多嘴问了一句 你们笑什么呢 只见三人对视一眼后 便纷纷掩饰着笑意 随后一口同声道 没笑啥 短短的三的字 在三人看来并没有什么 但是正是这三的字 让何阿姨感觉到了 自己被排斥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 终于承受不住孤独寂寞的何阿姨 决定跟儿子儿媳一起参加朱阿姨的暴走团 说实话和阿姨白天工作了一天 晚上回来还要做家务 等来她就觉得每天已经很累了 但是为了能够跟智刚和小李拉近距离 她还是选择了继续参加暴走团 然而暴走团也需要很大的体力 一场接一场地暴走 让何阿姨的身体很快地消耗不起了 但朱阿姨却格外地兴奋 而且她还凭借着仍然好 在暴走团混到了领头的文址 躺着团队的旗帜走在最前面 看了何阿姨仅仅走了几公里 就受不了坐着休息了 朱阿姨就过来嘲笑她 并让她加强锻炼 何阿姨觉得她就是站得说话不要疼 何阿姨白天有着工作要干 晚上回到家还要伺候智刚和小李 朱阿姨自己倒是一天过得悠闲 晚上肯定会有体力来暴走 这样一做比较 何阿姨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必要死磕在暴走团上 但是阿姨朱阿姨的亲家面子 她始终能有表现出来 直到这天 何阿姨跟朱阿姨在马路上就起了冲突 起初朱阿姨在前面耀武扬威地临走 模样很是得意 过马路的时候 她也是一边吹着哨子 一边让车辆停下量行 遇到脾气较好的车主还好说 可一旦遇到了脾气较差的车主 双方肯定就会产生争执 这回遇到一个车主 直接从窗户伸出头来骂 朱阿姨的脾气也很暴 因此两人就在马路中间对骂起来 跟两个疯子一样 此时智刚和小力都还在家里休息 因此和阿姨就上前劝朱阿姨 行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点小事而已就别吵了 可此时朱阿姨正吵到信头上 她居然朝和阿姨吼道 跟你有什么关系 要你管 此话一出 何阿姨就惊呆了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朱阿姨竟会跟自己说出这种话 当初跟老伴生活 何阿姨也养成了逆来甚受的性格 不仅好不容易摆脱了老伴的辱骂 又被朱阿姨这般辱骂 何阿姨心里自然不好受 因此何阿姨这才默默地离开了 但朱阿姨依旧在那里跟车主争吵 在听完何阿姨的抱怨 智刚的眼神也从最初的关切 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甚至脸上还有一丝尴尬 何阿姨并没有注意到 智刚脸色的变化 她依旧在吐槽对朱阿姨的不适 一旁小力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 可何阿姨并没有管那么多 她自顾自说完话后 便起身回自己房间了 妈 你怎么能当那小力的面 这么说我岳母呢 智刚在哄完小力后 便赶来何阿姨的房间质问对方 丝毫不顾及何阿姨的感受 本来我就是吃亏的一方 曾庆大母有错还不能说了 何阿姨的反击让智当感到头痛 因此双方大吵了一架 声音也不自主地提高了许多 小力隔着门都听了一切二处 可她没有丝毫前来劝架的动作 吵到后面 智刚更是气急败坏地摔门离开了 看了她的行为 何阿姨更是感到了寒心 她为自己感到不值 因此深觉自己不能再继续待下去的何阿姨 连夜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 离开了智刚家 智刚和小力在房间里 听到何阿姨离开的声音 他们也没有要追上来阻拦的意思 离开后 何阿姨给老家的亲戚打去了电话 说自己可能要上门住一段时间 亲戚也是门口答应了 因此何阿姨打车回了老家 在车上 何阿姨并没有给智刚发消息报平安 也决定日后 不会再给智刚赚三千的生活费了 既然儿子心里没有自己 那么这些钱 她还是握在自己手里 更为安全 家庭是情感的港湾 相互尊重 理解与关爱 构筑着幸福与快乐的基石 在这个温暖的小社会里 单方面的付出和索取 不足以创造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而是需要家庭成员间 互相给予与理解 唯有相互尊重 理解和关爱 家庭才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幸福港湾 每个成员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